1 2 3 4 5 6 7 8 这个是反PP位置 然后接下来准备走 1 2 3 4 5 6 7 8 到达这个位置上 反PP位置有点难啊 但是大家如果大家练这个动作 先练那个顺的就行了 反的先不练先练顺的 自己一个人跳 基础都是一个人 基础都是一个人 我跟大家说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组合 就是为了方便一个人 我如果是有舞伴的话 我直接男 就不讲后面的 我就不讲男生跳女步了 直接就男跳男女跳女 那如果是说有舞伴两个人跳什么呢 向后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OK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就是我一直跳男士经常会用的这个方向 女士一直在跳他的一个方向 对 但是如果是跳双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练习 但是单人的话呢 我尽可能希望大家左右两边都要练 因为以后我们肯定会学到更高级 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如果不具备这种反方向的这种素质的话 你去跳那些步伐是跳不出来的 这个就是基本功的练习目的 基本功的练习目的 好吧 百度说似乎已经会了 这些只是我们给你们的延伸 如果真的是想学好 肯定是系统学习 咱们现在讲的这个不是系统学习 只是挑出来一些东西给大家分享 好不好 你不要觉得听直播课肯定是有用 受益的 但是它不是系统学习 它没办法让你一接一接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而是做一个亮点 我送给你 这个一个好的技巧 分享给你 好吧 都是有收获 但是我们想要跳好 还是要系统学习 我们右下方现在正在进行的课件 是我们的基础动作的初级 就是一些基本步 基本步先学好 然后我们进入到高级 高级会有一些花样的步伐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套路 套路好不好 对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吧 江老师可以镜头 稍微对着镜子这边好不好 我给大家 不要镜子了 这边吗 这边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说一位同学 没有五半的话 我们可以 这个动作最忌讳的 双人在去跳 最忌讳的是什么 江老师 推来推去 分身 一 推 推来 就是这个手 推来推去 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那所以的话呢 大家这一串动作 今天学完之后 我下次直播 我会再去复习 那我也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 小小的一个作业 就是大家平时在家 如果没有搭档 一个人在去跳的时候 找到一面墙 对 如果觉得反PP位比较难练 OK 那我身为男士 我先示范男士的动作 好不好 站远一点 对 站远一点 哦 站远一点是吗 OK 到达这个位置上 好 在这个位置上 我的两个手 推对这个墙 OK 肯定很多同学 第一个做并推位置的时候 会怎么样 开 开 这样子会怎么样 你的五半 他就被你拉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想象一下啊 我们的两个位置 拖住他 OK 第一个 我们什么都不管 先保持你的左侧 和你的右侧身体的 一个稳定性 拖住这个墙 OK 一二 到达这个位置上 给住的 接下来 三四 还是给住的 不要开 关 我只是脚 三四 然后 五六 七八 然后重复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我的两边力量 永远是很稳定的 一个状态下 如果一个人都不稳定 两个人跳舞 肯定会干嘛 扯来扯去 一扯来扯去 就不好跳了 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 OK 江老师 你来 对 女士 可以看一下 可以这样练啊 如果没有五半的同学啊 现在我们照顾一下 没有五半的朋友啊 一个人在家都能练 不用太大的场地 你们看一下啊 一二 哎 我就是能照帮吗 你往前一点嘛 不用那么厚 对 可以的 对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锁后 高 脚 前进 踢 保持住 对 如果是说初学者 没有五半一个人先这样练 先这样练 男女士就这样子练 有五半的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双人一起去练 如有五半 又比较厉害的 我们舞者们啊 又比较有高水平的舞者呢 就可以反PP位 像我刚才做示范这样子 一起练 所以呢 在今天的直播当中 这个动作 我给了不同学员 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种练习方法 我觉得已经照顾到方方面面了